人生總有這麼第一次 整個國家發展史上 也有很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我們終於造成了 一個這個潛艦 海昆浩 或許不盡完美 但是我們要一次比一次更好 但是他也不像有一些人 講的是那麼的一無四處 簡直就是一個廢鐵一塊 沒有的 我們來看看 美國的這個軍事專家 海昆浩 這個薩頓就揭秘說 海昆浩有使用到了 一些美國的技術 這幾天陸陸續續的曝光當中 那當然李正浩的看法 是覺得說 為什麼會有這些 薩頓他會寫出這篇報導 跟美國軍方的態度 是有關係的 不是這個 台灣有一些 這個不知道效忠於 哪一個國的 這些立法委員 甚至是一些 這個前客所講的 一無四處 不是的 其實有蠻多先進的技術 連日本潛艦司令都來講了 戰略略優於日本潛艦 主要是 因為我們是2023年 現在是完成的 那麼日本的潛艦 是稍微有一點歷史 但其中的這位食野醫術 日本的前司令官 講到了一個重點 很多台灣人聽了 心中為之一痛 他說我們本來可以有更好的 更優於日本潛艦的實力 但是因為擔心機密外洩 台灣特殊國情的關係 擔心機密外洩 所以部分的戰力稍微降級 瑞德 對 沒錯 我們的海昆號 它強在什麼地方 柴油潛艦 它受限於它的動力 所以那麼它 每個一段時間要浮起來 當然你用這個所謂的 相關的推進系統的話 崛氣推進系統 然後時間可以久一點 藏在海底的時間會長一點 那我們現在用的是 一般的鋰電池等等 所以三到四天要浮出來一下 浮出來以後 那麼要重新的充電 製造氧氣等等 不過那麼這一艘海昆 因為是由美國負責 紅區洛克希德馬丁 跟雷神公司 負責他們的聲納雷達 他們的聲納 數位聲納 還有包括這個等於說武器系統 所以我們用的最先進的東西 是美國人給我們的 我們的很多裡面的東西 48萬個各式各樣的零件 40%是台灣自治 但是60%是由外國給我們 那這60%給我們東西 其實非常可惜 為什麼 要不是因為美國顧及 台灣可能會有泄密問題 否則美國會把可能最先進的 相關柴油潛艦裡面的一些科技 也給台灣 所以它給我們是比最先進的 還要次一級的 可是已經算是非常先進的 這個財油潛艦 這就是日本的前指揮官會講說 台灣事實上比日本部分 等於說財油潛艦還要好 但是也不是好到說日本都不如我們 也不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們配備有這個東西 各位不要小看這個東西 MK48重型魚雷6型 全世界最新的是MK48重型魚雷的7型 不過美國有個規定 MK48重型魚雷的7型 那麼只能給美國的盟國使用 比如說英國 澳洲這些國家 台灣我們跟它沒有建交關係 所以我們依規定我們不可以取得 這個所謂的MK48的7型 但是我們6型也是已經非常的強悍 強悍到什麼程度 跟各位簡介一下 每兩年辦一次的 反太平洋軍演都會有美國 提供大概是5700多公噸的驅逐艦 當作靶船讓大家真的炸 讓它靶船真的炸 然後你各式各地世界各國 你都可以發射各種不同的反艦飛彈來打 好啦 你包括其中有一艘 那麼5700多公噸的驅逐艦 各國 世界各國打 反艦飛彈 魚叉飛彈 打整包有沒有 只有一艘 兩艘 多小艘 但是這艘艦還在那個地方 最後由美軍出動 直接發射了MK48型的魚雷 直接下去了以後 在這艘軍艦的下方整個砰掉 然後它可怕的地方在什麼地方 它可怕的地方在 它不是像以前說 魚雷碰到船身整個爆炸 不是 它是到船的下面 爆炸的時候 從這艘船下面 整艘船把你飛海來 把你拔起來 拔起來 後來你中間撞骨折斷 折斷之後 對不對 再摔下來的時候 這艘船斷成兩節 直接沉掉 把全世界嚇了一大跳 MK48逼你直接飛彈 還來得有用 這就是MK48 還有一個特點 它的速度非常快 它在海底下的速度非常快 那麼速度非常快的結果就是 你攔截 發現它 等到你要攔截它 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容易 應該是目前全世界 那麼它的殺傷力 還有它的這個 等於說你自己本身 那麼沒有辦法攔截 全世界一等一的 很棒的重型魚雷 那我們跟美國買的46枚 本來可能會拖到2027 2028年才給 它會提前在2025年全部給我們 為什麼是2025年 因為我們第一艘 我們相關的這個海軍號 那麼正式成型 下水了以後 第二艘 第三艘 馬上又要繼續 所以一艘會有18枚的MK48 MK48對不對 那有多強大 跟你說 一顆就可以讓這個驅逐艦再見 所以中共以現在它的這個 洞拐五的兩棲登陸艦 或者是它的 三鬥號 遼寧號 胡艦號這些航空母艦 它旁邊都會有護衛艦 什麼洞54A 洞54B 洞52D 還有洞55這些 那麼對付這些小艘的 一枚就再見了 但是你要對付大艘的這個 對不對 兩枚就可以使它上失動力 不過 不過潛艇 我們的潛艇在發射的時候 自己的位置也會暴露 所以事實上它是冒著生命危險 去幹掉對方就對了 聽你分析完就發現說 中央山脈是台灣的護國神山 沒錯 而這八艘沉暈之後的減艇 減艇團團圍住 等於是我們的復國神舟 沒錯 聽起來就有信心多了 不過我們這第一艘 潛艇出來之後 就有些人把它唱衰得那麼難聽 台灣真的是忍入負重冠 台灣是會吞就吞 會吞就吞 有才在野黨這樣糟糕 美國可是忍不下這一口氣 出來透過沙登告訴大家說 海昆號不是你們講得那麼糟糕 好 另一方面我們來看看 對於海昆號的評價 以及有一些無敵放置 甚至過程當中的很多小動作 涉及的儀式泄滅 等等的整個事件 整起縮影放到現在來看 正好你選擇參加民主大聯盟 這樣的一個心情是不是 我們要靠自己的能力 維護台灣的民主自由這樣的價值 但偏偏有時候我們在想說 我們選一個立委就是 甘蔗豪布 議員雖然是燈亮入瓶水溝清 但是有些議員選起來 也差不多這樣的層級 也就算了 這是無害 有些居然涉及賣國 這就人神共憤了 對 我們後來發現 馬文居然給大家最大的啟示是什麼 你手中的選票可以決定 那個立委是國防的後盾 還是國防的後門 這才是馬文居案最大的啟示 不要小看手中立委選票 所以馬文居案的狀況是什麼 我跟大家報告 現在戰鬥欄想了一個邏輯 要去處理黃曙光 我之前就講這是很笨的邏輯 你只會把黃曙光跟馬文居 放在一個天秤上 可是問題是 戰鬥欄的邏輯不及 政治判斷不及很差 處理黃曙光的邏輯更差 他們就說黃曙光有權無責 他有這麼大的權力 我們都質詢不到 我就問個很簡單的 國防部在潛艦案中 負責的窗口是誰 邱國正跟邵維一揚 這兩位你們有沒有質詢到 有嗎 你中間要監督的 你們有沒有都監督到 有嗎 三次秘密會議 每一份的輸出許可 一份一份攤在這邊 讓你去操啦 讓你去打PHS嘛 聽到說叫午餐嘛 住子住子 對啊 住子住子 幫我買午餐 肯德基 壞壽 拜託 都有嘛 你哪個環節沒有監督到 所有預算 每一塊花在哪裡 你都看啊 照完之後 帶你們下去看 真的都有買到 黃曙光拿性命保證 下水那天 他在箭上 箭在人在 箭亡人亡嘛 他為什麼要下去 你不是說完全沒有風險耶 我們在床屋在怎麼試 跟到海底是另外一件事 黃曙光是用性命來保證 箭在人在 箭亡人亡 現在戰鬥嵐說 抱歉 我相信馬魂軍 不相信黃曙光 你確定嗎 你要確定耶 這一件 第二件事情 黃曙光沒有被調查嗎 我跟他講 這兩年黃曙光被監聽掛線調查 他調查要多少次 你知道你怎麼知道 我跟他講一件事 黃曙光自己講 黃曙光自己講 他妹妹 不同政黨的 自己講黃曙光的戶頭 都被查過 換句話說什麼 我們檢調也知道 不要對人家的道德去做測試嘛 所以當然給他這麼大的權力 就給他這麼大的監督 連妹妹的金流都被查了 你覺得黃曙光本來沒有被查嗎 他的親朋好友沒有被查嗎 他沒有被監聽嗎 沒有被掛線嗎 黃曙光自己說是靠清清白白走到今天 不要講好像我們整個國家都在睡覺 都在包庇黃曙光 沒有嘛 第三件事情 馬文君跟黃曙光 靠 我剛剛講說你要挺 要確定對不對 現在更要確定啊 因為馬文君已經被證明是個 慣性說謊的人嘛 我現在都還沒有講到罪喔 我坦白講那麼大的爭議 任何一個政政物一個說謊 被抓到 你就信用破產了嘛 比如我在做危機處理的時候 我被抓到一個說謊的時候 沒有人會相信你後面的嘛 馬文君被抓到多少說謊 外交部國防部接連打他連 他現在罵國防部那個邵維洋 他也要調查他 也要調查邵維洋 惹他的都要被調查 對啊 這是屬於這個黃紫礁師的爆料 你看你惹他 你惹他你還會被告誤告的 他開地圖炮 對不對 黃紫礁師的爆料 那要怎麼樣嘛 你去調 我再講一次 邵維洋 黃曙光 以及我們講這個中船的船長 全部都被掛線過了嘛 對不對 郭席有個念頭 對不對 隔壁不跟你屁書 對不對叫你離開 對不對 都有在掌握中 所以他一直打郭席 這個黃曙光他講 他後來就叫他離開啦 對啊 對不對 就是餵睡飯 餵睡飯 那你一直擋他到底在幹嘛 郭席雖然有意氣啊 離開後他也沒在到處亂咬啊 可是為什麼我覺得黃針輝跟馬文靜 很沒有意氣 就是六億的案子 沒吃到 就到處咬